上期给大家发了把绿莲的NAS改造成黑群辉的方案 大家评价非常好 是吧 1999瞬间就值回了票价 但是很多网友留言说 我连他原装的系统都不想要 有没有出厂就不带系统的 然后这时候咱们的老伙计来找我了 天辈的大梁 他说老张 我们就有这样的设备 刚刚出 应该是6月底会开始上市 现在咱们拿到的应该是一个内侧版本 这个牌子很多老伙计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他做那个迷你电脑 他竟然出了一个四盘位的机器 型号我先说一下 WTR Pro 他之前有一个双盘位的 类似于一个垃圾桶形状 也是用的N100的处理器 然后叫做WTR 塑料的外壳 那个其实我觉得也挺好 但是双盘位就是家用还OK 像咱们小工作室用就稍微点小了 这是说明书 上上一期有人吐槽 老张说绿莲的你没看说明书 我就不看说明书 你看好 我就不看说明书 我买个NAS 我还要看说明书 我看得过来 那软件说明书得多厚 我得像本书吧 一个变压器 小小的非常好 电源线 盘位的标贴 主机 一个手就能拿住 重量也还OK 也是纯铝合金的 这样是冲压的 但至少是个纯铝合金的 然后这个磁锡的盖 你看它是直接一抠就下来了 然后这是四个磁锡的角 正好在这吸上 看它就OK了 一般的NAS 像群辉也好 绿莲也好 它是竖直的 1234 这个很好 它是横直 1234 很多人会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需求 他认为硬盘竖的砖会坏得很快 这个充分满足你的这个需求 其实是一样的 它还有个小特点 这不是开关吗 你家里如果买一个NAS 你会很害怕你家的小孩手欠老按这个 啪一按 完了 对吧 你这传数据丢了 它在这儿 它的型号这个位置是一个推杆 看我一推 就把它挡住了 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它做的很细节 它也是后置风扇的一个设计 给大家看一下 这应该是一个12或者14的吧 然后你会发现它前后没有IO接口 是吧 是 它比较迷的是IO接口在侧面 它当时设计的应该是比较宽 所以你看你如果把这个厚度摆到后面来 它就超宽了 这个我认为是一个不是特别好的设计 像咱们的NAS至少会插两个东西 电源 电源插上去之后 至少这样会立着一个 一根线 这还会再伸出一根网线来 当然你可能不止插一个 你可能插两个 这些可以不插对吧 那你就是一个两个 至少会插三根线 这三根线理论上还是在后面会比较好 没有必要去搞什么差异化 然后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硬盘的安装方式 很简单 按一下 按一下 把就出来了 按一下 按一下 四个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给咱们用来贴数字标识的 它也是免攻击的 它怎么免攻击 咱们看一下 它应该是这样的 就这样咔嚓就完事了 那就出不来了 然后它的2.5英寸盘位 上一次不是有人吐槽老张说 你连螺丝都懒得拆 对我就是懒得拆螺丝 我买了一个东西 先拆螺丝 对不对 那就没有不拆螺丝的好 然后你看一样的 往上一放 四颗螺丝一拧就行了 没有任何螺丝会挡住它 然后当你安装3.5英寸硬盘的时候 这可以加固两颗螺丝 这一颗 这一颗 事实上现在的硬盘都没有那么脆弱 非常顺滑 咔嚓 搞定 然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接口 DC接口 两个2.5G的网口 一个Type-C的 请注意 全功能一线连支持反向供电 支持视频输出 TF卡插槽 你玩黑群的人就懂 TF卡是干啥 是专门给你用来装系统的 你可以装各种各样的系统 甚至可以把EXI SI装到这个TF卡里 这样运行起来的时候 就不会占用你一块硬盘的空间 这个也非常好 一个DP 你看绿联也在这有个bug 绿联只有HDMI 然后两个USB3.0的接口 两个USB2.0的接口 一个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咱们再来看看它下面 它下面还是有一个扩展接口的 我拆开那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个无线网卡插槽 这是一根NVME 这是一根DDR4的内存 上一次我吐槽这个绿联的问题 没有必要 你就DDR4又便宜又省电 就解决问题 详细的参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 但是它现在实际成交是1399 是没有内存的 大家要注意这个 单通道 CPU部分 它应该还有一个单独的散热系统 内存 它一根NVME来做缓存 来 怼满 OK 咱们准备一张TF卡 就可以开始装系统了 一线连的NAS 你看一下 看它的功能丰富到什么程度 CPU 可以单独打开VTD VT 就是这些和虚拟化有关的 包括还可以打开IOMMU 这些你玩虚拟机都会知道 然后你还可以单独去调整 它的集成显卡的一个显存 很多这个机器装完黑苹果 它那个电源指示灯不是关不掉吗 夜里会特别的光污染 你就可以在这里把它关掉 这个也非常好 然后还可以设置意外断电关机之后 是自动开机还是怎么样 风扇也是可以自动调节 风扇的一个转速对应的温度的一个设置 跟咱们普通玩的这个台式机是一模一样 然后这个CPU 咱们除了有静音模式 平衡模式 性动模式之外 还可以选择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可以自己设置PL1PL2 然后这个机器还内置了TPM芯片 所以它是可以不需要你去特别的处理 就给这个机器装Win11的 相信有一些这个比较邪性的小伙伴 你可能会给这个NAS一个四仓位的机器 装一个Windows系统 然后做SMB共享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装Win11了 顺利进到了群辉 群辉正常来讲就是安装难度最大的一个NAS的系统 首先咱们来看看驱动哪一个情况 首先四块硬盘和一块SSD都已经识别正常 温度都识别出来了 这个序列号完全都是OK的 块2.5G的网卡 现在是插在我的万兆的交换机上 看2500兆也是OK的 我现在已经插了一个我的UPS 所以你看UPS识别正常 几乎跟白群辉是一样的 咱们还是挂接一个SMB的服务 然后公平起见来测一测它的性能 OK这是远程文件夹 然后我本地使用的是有线连接 好咱们直接100多G的文件 就是干就完事了啊 好这时候咱们来这个群辉的后台 来监控一下带宽的一个情况 我现在是已经狂写了大概一个T左右的数据之后 整个NAS的一个发热的情况 正面最高温度44.5度 侧面大概在41.8度 在这个IO接口的位置 哇塞它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指示灯 所以它的这个盖子还有这个遮光的作用 如果你是在工作室里用 你就不用盖盖子了 这样都好 我都说了一百遍了 这是咱们的老伙计自己做的产品 没有收一分钱 另外我该喷的都喷完了 铝合金的弯折工艺 确实做的不是特别的细 没有CNC的那种牛逼 第二就是侧面的这个IO接口 确实有点反直觉 另外就是喷你得看价格 对不对 1000出头N100两个2.5G的网口 然后给你了硬盘背板 四个槽位 又做成了一个铝合金的样子 我没有啥地方可喷它的了 我没有啥地方可喷它的了